局長現場帶各位來關心到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在街頭遇襲 已經是引發關注了 沒想到現在美國紐約州 州長候選人 競選活動的時候也遇襲 更多的時間呢 我們把重點時間交給真榮 好 大午安 請用下長時間 我們馬上來定雷關注 就在安倍遇襲之後 敏感時機 現在美國紐約州的 州長候選人 他也是共和黨的眾議員 澤爾丁 當地時間21號的時候 他在一場競選活動遇襲 你可以看到這畫面 他是在演講途中 有一名男子 他就突然跳上了舞台 而且他的右手 是帶著類似手指虎 這種不明利器 就朝澤爾丁他的胸頸刺去 澤爾丁他轉身發現有意 隨即又用手阻擋行充男子 在場民眾紛紛是上前 把男子給壓制住 還好他是沒有受傷的 不久之後又回到舞台上 完成他的演說 嫌犯立刻在多名證人的 指控之下遭到拘留 而實際上關注的是 俄烏交戰現在最新的結果是呢 在這個聯合國秘書長 跟土耳其總統的見證之下 俄烏現在在伊斯坦堡 是簽訂重啟糧食出口的協議 因為之前是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 導致烏克蘭在黑海的港口 是受到了封鎖 許多的穀物沒有辦法順利出貨 導致現在全球陷入重大糧食危機 好比說是吃的小麥跟大麥 等等的重要農產品價格 都出現了狂飆 過去一周 在聯合國的居中協調之下 兩國總算達成協議 而目前的全球糧食危機 也能夠稍稍地解除 不過現在白宮要持續對烏克蘭來軍援 恐怕也會對這場戰爭投下 一些些的變數 這是美國白宮在22號批准對 烏克蘭2.7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而包括了四項的最高的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 也就是簡稱的海馬式多管火箭系統也在內 美國持續要供應烏克蘭軍火 要協助說是要對抗俄羅斯的攻擊 但是普丁之前也說 如果西方持續的軍援的話 恐怕只會讓戰事越拖越久 加劇的就是全球的糧食危機了 再加上這一批的新的援助 現在烏克蘭將會有20具M142的高機動性的多管火箭系統 這一種武器是可以精準地打擊80公里範圍內的目標 在俄烏戰局當中可以扮演關鍵的角色 而現在大家都在關注的就是美國總 拜登已經79歲的他 現在傳出打了第四劑還確診 不過確診第二天 他說他的身體狀況是還滿穩定的 持續是遠距半攻 週五的時候還連續開了三場的視訊會議 白宮表示拜登的狀況是有所改善 服用了退燒藥之後反應良好 目前還有一些些的症狀 包括了像是流鼻水跟疲倦 還有咳嗽症狀 但是白宮也解釋說他的狀況是穩定的 甚至說拜登他還對鏡頭這樣比讚的畫面 似乎也想要證實自己的身體狀況是滿良好的 因為過去大家都一直在猜 他是不是79歲 可能身體隨時有些狀況 還有認知上的問題 而現在美國國安會議的戰略 他對疫情最優秀的最優秀 那是訊息最優秀的最優秀 特斯拉也傳出非常難撲滅這樣的狀況 引發關注 其實在美國加州6月就有一輛 他是停在廢車廠已經是壞掉 要爆氣的特斯拉 居然沒有在使用的狀況下自然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火勢是熊熊的燃燒 而當時消防人員是不斷地撲滅 但是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全部把火勢給撲滅 最後只好挖出一個大水坑 把車子浸在水裡頭 加州的沙家緬度消防局人員表示 這輛特斯拉式型號Model S 三週前就出了車禍嚴重損毀 本來是要排定報廢 但沒有想到在滅火的時候 不斷復燃 消防人員還動用了大約 1萬7千公升的水勢 才順利滅火 所幸是沒有人受傷 而當地媒體也報導說 特斯拉跟其他的電動車 一旦著火的話 因為離電池會不斷地燃燒 直到能量耗盡 所以會比一般的火勢 還要難以撲滅 而其實這一次林志玲 她發生了自撞的意外 也震驚了很多的粉絲 人們就聯想到 其實特斯拉 她之前也曾經出錯過 在2019年的時候 當時說要展示這一款說防彈車 可是設計師 她居然是像防彈的車窗 投實了一個小小的小鋼球而已 沒想到這個說好的防彈 根本就沒有防彈 而且這個窗戶馬上破掉 場面是十分地尷尬 不過來看到的 其實特斯拉的執行長馬斯克 她雖然是蟬聯四年的世界首富 不過她也有很多的花邊新聞 跟Twitter之間的愛恨糾葛 正是讓外界關注 2019年特斯拉新車發表會 防彈車當場出包 已經成為經典一幕 不過時隔兩年 這輛前衛大馬力的電動皮卡車 預計在2030年夏季開始交車 而特斯拉第二季營收超過預期 也讓股價大漲 馬斯克的金基姆當之無愧 馬斯克2004年加入特斯拉汽車公司 2008年成為特斯拉第四任執行長 2022年更是以2190億美元身價 四度蟬聯美國富士比雜誌 全球首富 除了汽車馬斯克也跨足太空領域 2002年創辦SpaceX 除了打造太空船 更表示公司的終極目標是火星移民 2015年更推出新鏈計劃 透過低軌道衛星群 提供覆蓋全球的高速網路 不再受地面基礎設施限制 如此執著網路發展 因為馬斯克正是一位網路的熱衷使用者 其中更是喜歡在推特上評論時事 和網友們你一句我一句 今年4月馬斯克更是宣布 要用440億美元天價買下推特 但如今卻因為假賬號太多 放棄收購 馬斯克未來恐虛支付大筆違約金 還要奔走法院 與推特的愛恨糾葛 劇情宛如八點檔 特斯拉近日公布財報 表示公司已在6月底前 處分了75%的比特幣資產 價值約新台幣280億 消息曝光後導致比特幣股價走跌 一度下探2.2萬美元 天才與瘋子只有一線之隔 全球首富馬斯克除了思維獨特 怪誕事蹟也是不生美舉 究竟這位現代版鋼鐵人 還會帶給世界什麼驚喜 大家持續關注 記者蔡新城報導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